国内电信业者联手流行音乐唱片公司 首度跨界合作 培育影视英人才 协助新生代歌手黄廷瑞 发表首张数位单曲MV 推动国内流行音乐 也期许未来有更多的歌手和明星 一同追梦 优扬轻快的古典乐曲 出自23岁的黄廷瑞手中 才刚毕业的他 如今正式发表个人首张数位单曲 天堂不是想象 天堂已不再是想象 想象已撞到了天堂 山光特效俱佳 融入古典乐与电子舞曲曲风 北大毕业的黄廷瑞主修钢琴 去年靠着自己撰写的原创曲 从众多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记者会现场大秀歌喉 展现十足台风 回想自己五个月以来的经历 依旧不可置信 我现在就是 我还是不敢相信 我现在正在开记者会 就是我以前 我以前个性就是比较不会 我不太可能马上可以放得很开 就是说现在经过老师们的 的一些指导还有协助 我就觉得说站上台之后 那种气场的享受 真的是不太一样的 从内向的大男孩 成功站上舞台 国内电信业者 启动勇敢追梦2.0计划 今年首度与唱片公司跨界合作 培育影视音乐人才 给年轻朋友勇于尝试梦想的机会 去年还选出来 一共有十几位年轻朋友 在服帽唱片手上 还在培训之中 不要觉得自己好像默默无闻 好像跟这个张慧妹或是王力宏差很远 其实没有差那么远 如果真的有才华 而且透过适当的这个培养过程 是有机会变成下一个阿妹 下一个王力宏 张山正认为 文创产业是国家重点实力 去年基金会挖掘素人歌手 张仰华 杜绍颖 还送进小巨蛋开场 未来将持续推动人才的 渝成和梅河计划 鼓励人才勇于追梦 新大级是高杰伦守卫彤 台湾台北报道